从4月3号统计到今天为止 总共释放了42颗原子弹的能量 其中39颗的能量 4月3号当天就已经释放完了 余震不断民众彻夜难眠 0403主震后能量释放 累计共42颗原子弹 但依照地震序列来看 95%能量当天就释放完毕 只是深夜两起6以上余震 震样又从海上转为路上 老百姓难免恐慌 有两个规模6以上 但是它的整个性质看起来 比较像是群震 花莲那边常常有群震的现象 它大概会持续个三天 然后一天都是两三百个地震在发生 也就是说接下来几天 上百个余震密集发生很正常 属于能量释放的一种 只是原本集中在花莲北段 逐渐往南断走 让震前空白带变震后余震密集带 与1951年台东纵谷地震很相似 当年的10月 在北部先出现一个7.3的株震 然后7.3它带出的余震 那个是两个7.1 六个六点几的 比这次要大很多 回顾1951年台东纵谷地震 前后有四起规模7以上地震 等同23颗原子弹能量 十起以上规模6地震 当年同样也是先北后南 北边摇完以后转到南边 4月21号以前 那个余震的分布是不太正常 因为你一个7.2这么大的那个地震 它的余震应该是四面八方 东西南北都有 现在南边也开始动了 那那个西边也开始动了 虽然历史记录曾有类似案例 值得各界谨慎 但专家也说 接下来余震能量会减弱 无需太过恐慌 3D新闻江博伟 罗佩与台北采访报道